异乡专念是隐,往生极乐是国。 我们看见了的桌子,身形国教, 塔利伯斯,方便发门。 因古同识。 其他八万四千法门,修因正果。 是像我们这植物一样,开花结果。 净土发门不是的,因果同识。 所以他用莲花表发。 莲花是因果同识。 有花,花里头就有脸棚, 脸棚里头就看到念词。 慢慢,花园满了, 全开了,莲子成熟了。 用这个来作比喻。 所以尖宗也称莲宗, 用莲花作比喻。 那么这个里头, 古教,塔利, 不是靠自己, 完全靠佛力加持。 这塔利, 不可思议, 我们无法想象。 方便妙用, 达到究竟圆满。 居富凡富, 能带祸往生之, 且因弥陀此缘。 丁宗慎重献起。 慈悲舍受之大力。 这我们的感恩呢。 这真的一天都不假了。 有个凡夫。 烦恼, 一瓶也没断。 带着迷惑颠倒。 烦恼吸气, 他能往生。 为什么? 这不可能的事情啊。 所以男性之法了。 那, 皆因弥陀此缘。 阿弥陀佛第二十缘。 二十缘是, 待业往生。 往生到极乐世界, 就做阿弥陀之菩萨。 这个阿弥陀之不退, 是三种不退。 第一个, 微不退。 第二个, 行不退。 第三个, 念不退。 微不退, 是小臣。 阿弥陀所证的。 行不退, 是大臣菩萨证的。 不再退度小臣。 念不退, 是法神菩萨证的。 是法神菩萨证的。 从念不退, 就是, 一直想着, 究竟果觉上, 埋进了。 真正不可思议。 用的功夫不多, 成就不可思议。 所以, 叫做男性之法。 那些修八万四千万万的人, 你跟他讲着, 他不能接受。 哪有这种事情。 那么是佛说的。 他也许我错诫了。 大概这是佛的劝囚方便。 哄哄这些, 愚痴众生而已。 夜障身中的, 安慰安慰他, 未必是真的。 那些菩萨坐如试念。 错了。 不知道这个法文的属性。 所以我们, 要看看。 佛菩萨, 临终献起, 慈悲许受的大力。 如宋朝, 临之法四顺, 凡人临终, 摄身无主啊。 善我夜中, 中是种子, 善我夜的稀奇种子, 无不发现。 何其我念, 何其邪见, 何生细念, 祸发狂妄。 啊, 猖狂。 悟想飞翼, 揭明颠倒。 那, 一般, 如果我们, 细心, 冷静观察。 在医院里面, 可以看到。 啊, 一个人临走的那个样子。 啊, 走的时候很安详。 必定是, 断我修善, 激功累得。 啊, 他才有这个想法。 心形不善的, 现的就是我想。 那, 你看这个地方。 江, 人临走。 摄神是第八识。 第八识做不了主啊。 二类也是寒藏的, 像我种子, 都跑出来了。 如何这个人? 平常是, 我都善少。 那我的种子全跑出来了。 像的种子没看到? 别度我过道。 别度我过道。 啊, 如果善我种子同时都现前。 那就不知道最后, 是哪一个种子引导它。 啊, 如果是善种子, 人天佛宝。 不善的种子, 像我都去了。 啊, 你, 佛。 啊, 你, 佛。 啊, 你, 你, 佛。 佛。 好